李云迪嫖娼被抓 节目下架 从业抵制 资格取消 演艺生涯可否再翻盘 昔日得意双新的钢琴王子 如今一朝陨落 演艺生涯戛然而止 10月21晚 平安北京朝阳官方微博 发布一则情况通报 或许年少有为不自知 近年来 屡屡登上热搜的李云迪 相关话题都与钢琴无关 李云迪嫖娼被居后 22日中午 At Piano 发文称 Piano家居一直以高要求 为消费者提供不创产品和服务 品质不妥协 对于代言人形象 也决不容忍有任何估点 Piano已终止与李云迪先生的一切品牌合作关系